700多块钱 我们来这边就可以吃到泰国虾吃到饱耶 各位你看 一大盘的泰国虾 而且今天这个店家又提供啤酒 吃到这边我是觉得说真的很不可思议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们现在来到高雄这里了啦 然后在我们身后这家餐厅是野传烧烤吃到饱 诶 你各位啊 最近有个观众跟我推荐这家烧烤吃到饱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他的菜单 700多块钱 我们来这边就可以吃到泰国虾吃到饱耶 你各位啊 如果是你听到他有这个内容 你不会想要过来体验看看吗 因为毕竟我们曾经跟泰国虾是非常非常的熟识的 然后如今你看到今天用700多块 就可以把它吃到饱 你不会觉得很想来体验吗 不过OK啦 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吃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好 咦 咦 我們這邊消費有分三種 第一種是727 第二種是1399 第三種是1699 727的部分是基本的雞 豬 羊牛跟海鮮 火鍋的湯裡有分布 麻辣 起司牛奶跟粉菜需要拿一下 請給我麻辣 謝謝 OK啦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剛剛服務人員有跟我們介紹用餐方式 我就想說我們今天專程來這邊 就是要吃他的現撈泰國蝦啦 所以我們就點了700多塊的基本套餐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點個菜再去拿點東西我來配吧 沒事 那我找得出來 OK 各位 那我們去拿點蝦子回來烤吧 好大隻喔 好大隻喔 來吧 各位 牌子們 對 對 哇 好好大功架 大功架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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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筠瘋�е 嗚 嗚 嗚 那你來來來 好大器 好像盛找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我是覺得說等一下下一輪烤蝦方式啊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會怎麼處理這些泰國蝦呢 還有說我們在等蝦子烤的之前啊 我們先喝喝看麻辣鍋 看它味道會是如何啦 它這麻辣鍋味道是非常經典的麻辣醬湯頭 我覺得以今天這個價格來說 它有這個表現已經很OK了啦 那我們剛剛下去蝦子都已經烤好了啦 還有說我們今天有帶一個秘密武器過來 我們吃泰國蝦怎麼可以少了這個小剪刀呢 因為說它這種泰國蝦殼比較厚啊 你們一般要剝都不好剝對不對 可是你帶一個小剪刀來 直接把它剪開 這樣一剝就直接開了 我覺得這樣子它可以讓我們吃下去 速度有大大的提升啊 我覺得很久沒有吃到這種泰國蝦 就算我們沒有抹鹽 直接烤下去 它的味道還是很濃厚啊 哇 我的天啊 要吃泰國蝦一定要吃蝦頭吧 只不過它這裡面有黑黑的東西 是它的味囊 這個只要剝掉 整個蝦頭我們就可以盡情的豎起來了啦 好濃郁的蝦頭味 我們現在吃蝦 我們要把它蝦子身體跟頭先分開 我們可以是一次先處理起來 然後再一次把它吃掉 這會是一套行雲流水的攻略方式啊 你們在泰國蝦站烤肉醬看看的 我們好久沒有這樣子可以爽吃 活泰國蝦了 我買那 喔 對 超 Om 我一直樹蝦的樹到後面 這個味道太濃了 還有不要忘記我們今天還有火鍋 我是想說我們今天點的這種肉片 全部都下下去火鍋就好了 關它這個爐子的話其實空間是有限的啦 還有我們來吃我們剛剛烤出來的肉捲 說真的我們今天來到這種泰國家餐廳 吃了許多現烤泰國家之後 我今天吃到這個肉 我突然覺得好像 有一種天差地遠的感受耶 我們再沾醬吃吃看吧 我會覺得說這牛肉如果沒有醬的話 它吃起來是本身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 而且它口感吃起來也是十分的堅韌啊 我覺得吃起來感覺它真的是太多筋了 我是覺得說也許等一下我們就 專門去吃它現場的海鮮就好了啊 它這個肉片應該這樣點到牛肉這邊我就覺得 應該這樣就好了 應該這樣就好了 還有我們剛剛有跟它點的藍鑽白蝦 沒有想到它白蝦一份只有一隻而已啊 那我們來吃吃看骰子牛 希望它表現會好一點的 也許是我們烤的熟度不對吧 我們把這個骰子牛烤到五到七分熟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它的筋感也是十分的重啊 而且口感真的沒有那麼的舒服啊 怎麼會這樣 牛小排 我是最近有看到有些留言說 每次我吃到有些東西的表情 雖然它的特效看起來就是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每次普通都不講 都買不到這什麼意思啊 有時候事情不要講得那麼明白啊 我們日後好相見啊 好不好 這點請各位多多見諒的啦 羊排 不過吃到這裡我就覺得說以今天這個價格 它所提供的豐富程度 我是覺得也不要去太要求它 要有多好的表現 我們還是給它其它的肉片一點機會好了啊 我們不能因為吃到它的牛肉這樣子 就去否定它這一切了 我們再吃看看剛剛烤好的風味蝦仁啊 它這料理盒裡面的蝦子是用泰國蝦的蝦肉耶 泡菜牛肉 泡菜牛肉 只不過它不會像剛剛那個肉片驚感那麼重啊 我覺得吃起來好很多 我覺得吃起來好很多 不過OK啦 那我們吃完第一回合所有東西啦 我們再去拿下一回合要吃的海鮮吧 有新鮮的蝦屁 還有說今天店家他們有附這種剪刀啊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泰國蝦先處理一下 像去爪子還有說挑胃囊 不過因為他的胃啊 旁邊就連接著蝦腦 所以我們把他胃這樣子挑出來之後 他的腦子結構也就被我們破壞掉了 那接下來就不會感覺到那個痛苦了 只不過我們因為今天是吃到飽限時間啊 我們就挑胃囊就好了 至於蝦餃還有鬚鬚的部分要不要處理 就是看個人啊 還有來到這邊配個鵝啊OK吧 OK啦各位 那我們這回合泰國現在有處理好了 而且又拿到現場的三顆 那我們繼續跑起來吧 你好 欸你好 這裡我要跟你做最後家點 這樣你要收回去囉 對 你還想吃蝦嗎 欸我可以再拿一桶就好 好好好謝謝謝謝 各位啊 剛剛店家提醒我們 我們最後的家點 我們這裡來處理一桶蝦子 我覺得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要感謝店家讓我們有最後夾取的機會啦 那我們繼續把它吃完吧 因為我們剛有把蝦子的神經中速破壞掉了 所以它本身已經是沒有任何意思了 然後我們會看到說它的腳還在那邊抽去 是因為它肌肉細胞還沒有完全缺氧 碰到他們的感覺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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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喔 喔 喔 我们再来吃吃看猪肉片啦 希望会好一点啦 没错就是要这样子 这种肉片虽然用烤的可能会比较适合 但是用煮的就是要吃起来有些许的软嫩 嫩中拜韧 来吧 那我们再沾酱吃吃看 五花猪 如果你问我今天什么肉片最好吃 那一定是这个五花肉 它这个旁边边角丰富的脂肪 我咬进嘴巴的时候 它的猪油香整个散满了我的口腔 这感觉好舒服 好油哦 还有这从我们上次去澎湖吃完烧烤之后啊 我们经过小姐姐的教学了 我们现在烤鹅啊真的是烤得非常漂亮啊 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再吃熟一点 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更棒啊 各位你看 一大盘的太高虾 那我们把头跟身体分好了 我们开始吃起来吧 还有说我们可以边吃虾肉 然后跟虾头上交互的吃啊 尤其是说我们刚刚都有把这些虾子的味囊都去掉了 我们现在整颗头 我们都可以尽情的把它竖起来啊 哇哦 哇哦 诶 各位弹掉啊 我们这只虾子竟然有红宝石耶 我觉得我们这一餐真的是 就是胆固醇爆表的一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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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的泰国蝦了啦 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多虾子了 这感觉 可以长得过瘾耶 嗯 没有来到南部吃种鹅啊 他一定会是新鲜的吧 回情合理啊 还有柳叶鱼 这个柳叶鱼小只归小只 可是他起码还有爆弹耶 还有反雪鱼 烤这一大盒里面只有两块鱼肉而已 起司反一倍 这盒子里面装的应该是他们火锅的汤底啊 他只是把它放在这个小盒子送到我们桌上 让我们用烧烤方式去煮这个火锅而已啊 我只是好奇啊 我们今天都有提供火锅了 他为什么还要把帆利贝 这样另外放在高汤里再送上来 这样子给我们煮啊 直接送帆利贝给我们不好吗 还有说我这种鸟芹类的食材啊 务必要烤熟哦 那我们先吃这个鸵鸟肉 鸡肉 我是觉得说他们的腌制味还蛮特别的耶 不管是刚刚鸵鸟肉还是这个鸡肉 他吃起来他腌进去味道都是酸的 OK啊各位 那我们吃完所有东西啦 我是觉得说等等我们去吃一点他现场的甜点吧 有意思的是 没有 有意思了 对 有意思了 有意思是 有意思得 你並不觉得有意思 有意思是 还到很久有意思 我也没看得到 有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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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啦各位 那我们这回合拿到现场的冰淇淋 虽然说它有提供两个冰箱哈跟辣子 但我是想说我们今天难得看到这种一式冰淇淋 我们就把它每个口味都拿在球来吃吃看吧 我先从这个白色吃起来 好清爽的感觉哦 我觉得它这种水果冰淇淋比起哈跟辣子来说 它给我感觉就是清爽 把它吃起来会让我们在吃完大餐之后 有一股味觉醒过来的感觉 它这竟然是百香果的呢 哦 帥啊 那最后我们用这个哈跟辣子敬个尾了 好呀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 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 好呀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外面了啦 欸你各位啊 我們今天在平日的中午 來高雄這邊吃泰國蝦吃到飽 欸我們一個人費用只要800元欸 欸這個價格我是覺得真的 不可思議欸 他今天所提供給我們泰國蝦那個體型 有大有小有公有母 簡而言之他是給我們綜合蝦 但是說綜合蝦在我們現在市場上的 價格他們的進貨價格可能一斤 大概在280到320之間 但你看一下我們今天這樣子 總共就吃了多少泰國蝦去欸 吃到這邊我是覺得說真的很不可思議欸 泰國活蝦可以讓我們這樣子自己撈 他不會像之前一些流行的水稻蝦一樣 他也是泰國蝦吃到飽啊 但是問題在哪裡 有很多很多的水稻蝦 他們所給你用餐方式是說 蝦子就擺在這個水稻裡面 但是啊 你必須用夾子去夾那些蝦子 只不過今天來到這邊啊 他是直接給我們一個撈網 你要吃哪隻蝦子自己撈 因為我們平常有這些釣蝦的人 撈蝦這個兩個字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比較不希望被提起的 這讓我突然想到說 之前有一位釣蝦好朋友 他因為撈下事情拍了影片 然後就反而還要去跟店家道歉 如果你們有去注意到這個新聞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分享你的想法 而且說他今天所提供的火力 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有誠意的 可是我們卻會覺得說 反而我們會越烤越冷耶 他們冷氣是開得非常的強 而且說他們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服務 我也覺得是非常的熱情的 而且今天這個店家又提供啤酒 我們只要來這邊用餐 你可以享用他現場的台灣啤酒 還有Asahi啤酒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開車來的話 我們可以邊吃泰果香 然後邊喝一小杯 所以真的就是 好像還蠻不錯的耶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超級感謝的工人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訂閱加分享 影片 kiedy的以前 我們都會看看 沒有 我們是沒有 影片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們可以可以拍照